第十三單元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第十三单元 无限脉冲响应律泊器设计 無限脉冲响应律泊器设计 这个单元我们的学习目标 与大纲 我们首先要介绍 如何利用类比IR滤波器 来设计数位IR滤波器的考量 这边IR滤波器就是我们所谓的 无线脉冲响应滤波器 接下来我们会介绍几种数位IR滤波器的设计方式 主要是如何将类比的IR滤波器 设计成数位的IR滤波器 第一种是介绍微分近似法 接下来介绍脉冲不变法 最后介绍我们比较常用的双线性变换法 然后接下来会介绍类比IR滤波器的特色 然后我们会实作我们的数位的Butterworth IR滤波器在Malib上面 然后我们会实作Butterworth的IR滤波器在我们CCS下面 好那首先我们来介绍如何用类比的IR滤波器来设计数位的IR滤波器的考量 那首先我们知道类比的IR滤波器的设计已经非常的成熟 所以我们在设计数位的IR滤波器的时候 我们只要找到一种方式 可以把类比的滤波器转换成数位的即可 所以数位滤波器 IR滤波器的想法就是说 我们如何将类比的IR滤波器转成数位的 那这是一个类比的滤波器的转换方程式 那这边我们表示成S-Domain 可以表示一样表示成一个有理的多像式的函数 那这边 α跟β都是它的滤波器的系数 然后我们来把它看到说 这个基本上这个S-Domain的数学式 我们如果经过inverseS的话 Laplace 主要是S是从微分方程式 经过Laplace变成S-Domain 然后反过来说 从S-Domain经过inverseLaplace 就可以得到Time-Domain 就是一个微分方程式 然后在这之前我们在其他课程应该有学过 所以这边S的K四方 就是对YT微分K四的意思 好 所以这就是一个线性的微分方程式 然后在数位里面 我们用线性的差分方程式 不过只是一个是微分 另外一个是差分不同 那我们在考量如何将类比 转成数位的IR滤波器的时候 有几个考量点 因为如果我们设计一个 IIR滤波器如果它是稳定的 代表说它的H of S是稳定的 也就是说这个转换的函式 它的极点必须落在S平面的左半平面 也就是说它的虚轴J omega 虚对应到我们Z平面的单位语言 就是我们要从类比转换到数位的时候 我们知道在类比S斗面的时候 它的虚轴J omega 但是在数位的时候我们是个单位语言 因为我们从之前的单元我们知道 如果一个绿波器一个系统是稳定的话 那它的极点必须在单位语言之内 那换成类比的绿波器的时候 我们知道说它的极点必须在左半平面 也就是说它的虚轴J omega 虚对应到Z平面的单位语言 因为虚轴跟单位语言分别来决定 系统到底稳不稳定 如果稳定的话 它们的极点分别必须落在 S斗面的左半平面 跟Z平面的单位语言内 所以我们必须经过这样的概念 找到它们类比到数位的关系 然后类比绿波器需对应到 的极点需对应到Z平面的单位语言内 因为如果类比绿波器如果是稳定的时候 它转成数位的时候也必须要稳定 所谓数位绿波器如果要稳定的话 它极点要落在单位语言内 它才会稳定 好 那我们之前讲到我们的设计线性相位的时候 我们要用FIR 为什么IR是没有办法设计线性相位呢 我们这边做一个说明 回想一下 我们之前讲线性相位的时候 必须 H必须要这样对称的性质 如果是正的就是symmetric 负的就是antisymmetric 好 既然如果线性相位要这样的性质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个Z转换 然后这是一个 只有几点的一个 IR 律波器的设计 我们先不考虑有分子部分我们考虑全都是几点的时候 那这边我们先假设它是Az好 这一个function 好 这个多项式我们讲成 假设它是Az 所以Az的里面这个改成Az inverse的话 是去把原本的式子 Z换掉 变成原本Z-k 变成Z-k嘛 我们来先求看看 这个是什么东西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式子得出来之后 我们把前面乘上Z的负N次方 Z的负N次方乘上去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东西 Z的负N次方乘上A的Z 负1次方 会是这东西嘛 从上页我们得到 好 接下来 我们把这个式子展开之后得到这个式子 好 因为我们刚才知道 如果是线性的绿波器 线性相位的话 它是不是满足这个式子 对称 那既然对称也就是说 这一个跟这个值是一样的嘛 所以我把H0换成Hn 跟Hn换成H0 结果是一样的嘛 因为它是对称 好 然后这个式子我们可以发现到说 它就是怎么样 这是个Z转换的式子 也就是说 我们原本的式子 怎么样 得到因为线性相位 细数对称 就可以得到 原本自己的Z转换 好 代表这个式子嘛 得到它 那这个式子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说 当你有一个根 如果是Z的时候 你就会有另外一个导数根 Z分之一乘对 因为 A的Z的负义次方 跟AZ 基本上是一样的 所以你有一个根 会让这个为0 相对有一个根怎么样 会是Z分之一 也会等于0嘛 从这式子知道 它根为导数成对 就是说你有一个这个根 你一定会有另外一个 成对的根是Z分之一 好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性质 我们知道说 IR绿波性 没有办法是线性相位的 因为我们知道 在图上 XX代表几点 如果你有个几点 分别是P 的话 另外一个导数 就是P分之一嘛 所以我们来看第一组 假设你有个几点 在单位圆内 代表你有另外几点 会在单位圆外 对不对 那这单位 这个几点就是P分之一 那各位这边要注意到 P分之一不是 在对面 而是在这边 因为这是负数平面 所以如果P是负数的话 P分之一绝对不是在 这个圆线的对称这边 而是在这边 因为它是个负数 所以它的虚轴 它会变号 所以 这个是它的导数是这个几点 如果是这个 它的导数是这个 它同样的 在十周上面 它就是刚好在外面 好 好 这个 它的P分之一是这个 这个在这边 所以从这图上看到说 当几点 有这几点在单位圆内的时候 同时会有几点在 这边 也就是在单位圆外面 因为我们知道 一个线性非识变系统 它如果稳定的话 它的极点必须在单位圆内 所以 当你有这样成对的时候 有极点在单位圆内 就会有极点在单位圆外 那这样这个系统就怎么样 不稳定 所以 我们无法用 IR逆波器来设计 线性向位 因为一旦有这个极点 就会有这个极点同时存在 那这个系统就不稳定 所以我们就不能用 IR来设计线性向位 所以极点在单位圆内 Y 系统就不稳定 各位同学 在这个part我们介绍了 我们如何 用类比IR逆波器来设计 数位IR逆波器 它主要考量是 我们必须思考 在S平面的左半平面 如果极点都在左半平面的话 就稳定 相对的 经过这样的转换 我们的Z平面 极点也要在单位圆里面 所以我们这些考量 都是我们在 从类比IR filter 涉及到数位 IR filter所要考量的点 所以在这边 我们也同时也介绍了 IR逆波器是没有办法 实作线性向位的 因为它会造成系统的不稳定 技能 带争 新 kirim 馐